据俄塔斯社最新报道,日前赦曼在布鲁塞尔对普京公开威胁,俄罗斯必须在对抗和缓和。这两个选项中间选择一个,而普京最好会选择和平与安全。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强硬表态,先是直截了当,拒绝了俄方关于北约停止扩张的要求。 紧接着有恶人先告状,要求俄罗斯从格鲁吉亚、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撤军。美国及其盟友的所作所为。用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,已经使得俄罗斯和西方陷入灾难性的关系。面对美国等国的咄咄逼人。俄罗斯终于清楚,武力手段才是西方唯一能够听懂的劝说。 据俄新社1月13日消息,第一批全新制造的图,160兆白天鹅战略轰炸机,在喀山飞机场成功完成了首飞。这架轰炸机在大约600米的高空飞行了30分钟。测试了一系列子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。 俄工业部长曼图罗夫表示,俄罗斯已经恢复了图160的完整生产线。图160这要超过80%的零部件都已经更新。包括现代化的大推力发动机、飞机控制系统、导航系统和武器系统。 图160是全世界起飞重量最大的战略轰炸机。高达275吨。弹舱最大载弹量为45吨。这款轰炸机在1995年停产。俄军目前拥有16架图160。分别是继承苏联的。 以及冷战结束后在上世纪90年代从乌克兰购买的。虽然数量不多,但是图160绝对是俄罗斯的定国神器。在多次冲突中都披挂上阵。在和西方的对抗中也多次登场。展示了强大的威胜能力。 由于配备了现代化的涡扇发动机。图160兆的油耗得到有效改善。最大航程增加到了14000公里。 使其具备了环绕地球的战斗巡航能力。再加上新一代远程防区外控射巡航导弹。使得图160兆能够在远离反导拦截范围的位置。安全发射远程导弹。对敌方的纵身关键目标。进行精确打击甚至适合打击。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。图160兆战略轰炸机,像是彻头彻尾的心腹大患。也难怪俄罗斯人会认为。 对付美国人最有效的不是外交上的谈判。而是直接的武力威慑。之前我已经说过。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最近要开三场会谈。 1月10日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会谈。地点在瑞士日内瓦。 结果也说了。开了七个半小时后,大家不欢而散。然后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。大家不打核战争。这个共识纯属扯淡。 美俄两个核大国要是打起核战争来。那就是地球的末日。 1月12日是开了俄罗斯和北约理事会会议。这次会开的有点短。四个多小时。还是不欢而散。 双方互放狠话。我之前说过这次会谈的起因。俄罗斯现在十多万大军就部署在乌克兰边境。 乌克兰也部署了将近三十万部队。但他的部队非常缺武器。外界都不看好乌军的战斗力。而之所以闹出这样的对峙来。 则是拜登的神鬼操作。觉得欧洲有离心力。所以在乌克兰制造一场危机。惹俄罗斯出手。结果弄巧成桌。 俄罗斯人来了就不肯走了。还应塞给美国扔两份文件。要美国承诺不让格鲁吉亚乌克兰加入北约。还要承诺不在乌克兰部署导弹。他才会撤军。直到这时美国人才如梦初醒。要是真的在乌克兰那地方去和俄罗斯人打仗。可是毫无胜算。毕竟他在万里之外。而乌克兰则在俄罗斯士兵的子弹射程内。 但要俄罗斯的条件。美国颜面核存。将来还怎么带小弟。于是美俄这就将上了。虽说都是将上。但这次和上次不同。上次大家多少还保持了一点外交礼仪。这次大家干脆就用上武力威胁这一招了。俄罗斯外交部是这么说的。他非常坦率地向北约之处。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。将会带来严重的风险。 啥风险谁都懂的。其实就是开战。参加谈判的俄外交副部长格鲁什。刻话也说得很白。俄罗斯一个明确的立场。如果明斯克协议得到执行。 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将不会受到威胁。这里要做个名词解释。什么是明斯克协议呢?2014年俄罗斯除了吞掉乌克兰的克里尼亚外。还鼓动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州。 一个叫顿涅茨克州。一个叫卢干斯克州。这两个州都是亲俄罗斯的。他们分别宣布独立。成立了两个共和国。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被干是不敢的。 就和这两个州被干起来。双方打了很长时间。中间还出过乌克兰军队,在美国高级军事顾问指挥。有重兵集团被这两个州歼灭的丑事。总之就是打了一年多。乌克兰撑不下去了。当时美国在制裁俄罗斯。所以美国很难出面。就找了德国、法、国、外加俄罗斯和乌克兰。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了个协议。 大致内容就是大家遵守现状。那两个州乌克兰不能驱动。俄罗斯也不能驱动乌克兰。但自己的领土上出现了国中之国。乌克兰一口气咽不下去。所以三天两头的逮着了机会。就挑起一场武装冲突。那两个州的民兵当然也不客气。直接就反击。等双方又熬不下去了。大家再签一份停火协议。没过几天又打起来了。 反正就这么打打停停。停火协议都签了好几十次了。说是在去年双方就签了第42次停火协议了。想想看。朝鲜战争也是停火协议。 也是理论上随时可以撕毁的这种。但美国人就被打怕了。1953年起到现在都快70年了。美国人就没敢动过手。 同样的停火协议不同的命。介绍完什么是明斯克协议。就明白格鲁什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。就是除了北约不能吸纳乌克兰格鲁基亚加入。北约不能在乌克兰部署导弹外。 那两个州乌克兰也最好别想了。否则的话就别怪我开打了。真是江山亦以本性难怪。俄罗斯的性格还是这么暴力。北约和美国是怎么回答的呢?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了句大话。北约的扩大不是侵略。而是民主的传播。所以北约不能排除吸纳乌克兰加入。反倒是俄罗斯应该从乌克兰等一大堆地方撤军。北约也挺强硬的。所以美国也很强硬。不可能承诺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。 他们还顺便讨了俄罗斯一个嘴上的便宜。希望在这次会谈后俄罗斯会选择安全与和平。就是把和平破坏者的帽子扣在俄罗斯头上。 大家都是把自己推到离爆发战争的那最后一线上。这件事情短时间之内看来是没得完。当然我之前也说过。这种没得完对中国来说不是件坏事。美国人的经历大部分被牵制到欧洲去了。 虽然美国人为了显示自己力量还在,又有两艘航母往南海来了。但显然我们这边已经懒得理他们了。 毕竟从2008年以来,美军经过十多场兵器推演,都显示在第一岛列内,美军如果和中国作战每次必输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,美军会输得越来越惨。 两艘航母早年时或许还有点怕。现在真的不够看。就算派四五个航母打击群来,也不见得能吓到人。 美国现在也是实在没办法了。一个茶杯盖再也盖不住两个杯子了。就算心急火了它也没办法。 因为这已经达到了美国国力的极限。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波斯湾的哪些王爷国的外交大臣们,一个个往中国跑。看着伊朗和土耳其的外长也往中国跑。